台东连续多天降下大雨 造成多处路段摊坊 包括南回公路及南横公路 跟阴池造成道路中断 沿平乡红叶村9月 遭受莫兰地台风重创 这次豪大雨再度造成 上里部落10号凌晨交通中断 影响对外交通 有族人不瞒政府抢灾动作缓慢 上路是应该去经常要去抢通一下 但是现在像工程上没有什么事情一样 红叶村两条重要连外道路松丰桥 跟夏里部落连外道路 由于落石加上道路踏陷造成中断 县长环境亭10号上午11点15分 前往松丰桥现场勘察 有族人要回家 也因为道路中断无法进入部落 在台东 你早上才知道那个不通是不是 对 所以来看一下 要不然 两边的路都不通 这样哦 哇 夏里那边也是摊的 哇 怎么办呢 这次连续豪大鱼 重谷县 台九县357和358公里处 再度出现落石摊方 落石 不停掉路违级行车安全 工端人员和警方也在现场为止交通 通往红叶村两条重要道路发生严重摊方 严平相公所表示 松丰桥路段要接近傍晚 四轮传动车辆勉强可以通行 现在只求老天爷天气稳定一些 工程单位产能继续抢修道路 记者可在服务院无嘴台东严平采访报道